北京时间1月11日凌晨 西甲联赛第20轮 西班牙人以1比2输给了西甲与满球队埃尔切 爆出了一个小冷门 虽然此前5次对阵埃尔切一胜二平二负 但是本赛季的埃尔切相当低迷 19轮过后排名西甲第18 跌入降级区 西班牙人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赢下比赛 可惜比赛过程让人懊恼 西班牙人堪称输给了他们自己 在比赛中频繁送大礼 西班牙人主帅比森特·莫雷诺派出了轮换门将霍安加西亚 封献继续信任20场灵球浪射之王恩巴尔巴 让他联手德托马斯、普阿多、莫龙、莫拉内斯 巴雷组成中前场6人攻击群 佩德罗萨、塞尔西哥麦斯、卡夫雷拉、亚历克斯 比达尔搭档斯后卫 比赛一开始 西班牙人的后防线就崩了 遭到埃尔切的高效打击 比赛第6分钟 西班牙人后卫佩德罗萨后场解围失误送大礼 朱莫伦特完成了下底传中 佩雷米利亚直接包抄空门得手 西班牙人0比1落后 比赛第14分钟 西班牙人在遭打击 墨西卡从前场左边路完成45度传中 门将霍安加西亚出击失误送大礼 佩雷米利亚抓住机会直接投球强迫空门 西班牙人门卫从第6分钟至第14分钟 短短8分钟时间连送二大礼 为本场比赛爆冷输球埋下伏笔 随后的比赛时间里 西班牙人掌握了场上主动 但是进攻班把握机会能力也不佳 比赛第25分钟 德托马斯船中助攻莫龙产射破门 但是被判罚约位在先进球无效 比赛第45 1分钟 巴雷在禁区内制造了对手犯规 主裁判判罚点球 德托马斯主罚点球 为西班牙人扳回一城 比赛第73分钟 西班牙人有机会追平比分 但是卡夫雷拉的过顶船中 制造的单刀机会被德托马斯浪费 面对未出击的门将 德托马斯汤球汤大了 直接被门将化解 最终西班牙人一至二隐恨 数据统计 西班牙人全场比赛控球率57% 与埃尔切的射门对比为9-3 射政对比为4-2 最终却变成了一场1-2的败局 输得非常憋屈 攻守两端表现低迷 西班牙人此一输球之后 二大惊深被迫 第一 最近连续7场西甲主场不败 6胜1平的精深被迫 无缘主场连续8场不败 第二 此前55年主场对阵埃尔切不败的精深被迫 上一次输给埃尔切是在1966年 球队状态下滑 吴磊依然没有机会出场 他再次成为看客 枯座板等息90分钟 使得他的处境迎来全面雪崩 已经连续5轮西甲临出场时间 位置彻底边缘化 这是他流洋生涯从未遇到过的寒冬 意味着吴磊已经不在比森特莫雷诺的计划之内 为了保持竞技状态 30岁的吴磊需要尽早做出转会的决定 替不上比赛的刘洋并没有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